人来人往的台中工艺路上 我们可以看到有牛排 有锅物 在这样的超级战区 还是有业者啃杂大钱 买下88号这块烫金门牌 掀起台中的餐饮革命 一上桌就是澳门名菜大盆菜 鲍鱼 海参 花椒等高档食材 豪迈入锅 七位港澳名厨轮番上阵 居龙虾衣面 干吃鱼翅 和蒜 象拔棒 正宗深蒙海鲜 远之陈蟹 另外加码 樱桃鸭 片鸭秀 皮脆多汁 主打全场桌边服务 我做到的朋友 一些的好朋友 也对吃也非常讲究 交了很多的朋友 所以人脉关系也非常好 有一些好朋友都是 那就开了一室了 后来就也是在供应路上面 后来是因为中餐还是我们最喜欢 因为大概四五十岁以上的人 有奶素的那种 还是喜欢吃中餐 以吃交朋友 餐厅背后金主 来自中台湾各界的富豪夫妻 曾是补教界四大名师的老板 罗文贵扮双语贵族学校起家 三年前一头再入吃的领域 砸下1.4亿资金和上百万月租 连开三家店 成为台中餐饮战区的超级大户 把教育做好同样把嘴巴搞好 罗文贵和夫人可谓刁钻 摆盘装潢处处讲究细节 而旗下餐厅月营月额将近两千万 算一算不到两年就回本 资金越滚越多 金主们联手将继续挥军餐饮市场 在新闻余晨五天一节 台中采访报道